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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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觀選特首 當然很多人都會有所期待 但他能否入閘呢 《玉敏會客室》 看完之後你就知道 《玉敏會客室》 逢星期六,10時至11時 《玉敏會客室》 貫徹聲聲力歇 繼續青筋暴 liter 心啟力行 隔空發功 《玉敏踩場》 現在跟你否釋政治 《玉敏踩場》的時間 開場派是怎樣的 我也不太記得 我怎麼搞的 通常都是台長講的 大家好 我是黃楊達 今天就要來毓敏踩場 捧阿錦牆 因為阿錦現在獨丹大棋 撐起整個MyRadio的台穿 這個節目而已 因為教主和台長 兩個一起去旅行 這個是不是MyRadio的 不是的 對上來的節目都頂替 都是這種情況 我有嗎 是 他們兩個都不在嗎 有試過嗎 記憶中是 是 有 我忘記了 其實都是跟你講氣 是嗎 回應你的鈔片理論 好像是的 好像有一點印象 但這次好像有一段若干的時間 好像不在香港 是 但不會找你頂替所有的四集 那我也送你 已經 內部都談過了 其實已經頂替時間表 已經頂替時間表 阿錦就安排好了 這一兩個星期都陣容頂盛 來到 主要是捧一下近場的 因為大家近獨丹大棋 如果場面也是頂替的 我有想過 這樣甩你底 不是吧 這是政府節目 我想看看 你一個人做欲賓債 會是怎樣 我最後都來了 別那麼擔心 怎樣 先說什麼 我們不可以完全不講政治 尤其是現在發生的事情 講政治 北某都說回我們以前的一個 我們都支持的一個人 如何打倒作 一定是我 長毛 為阿哥 就是這個小器之選舉 老實說 我在現在的政治局勢上來說 我就不太關心他的參選 因為我覺得他 雖然他宣佈出來參選之後 都挺合乎預期的 然後就被泛民去圍攻 甚至乎我看到網上 不知道你有否留意 自從特首選舉開始 即是社交媒體的圈子 有一個狀況 我都沒有在節目上講過 因為我覺得有點無聊 而且又不是衝著我而來 就是他例牌 這些所謂大的政治活動 會有很流行的 傳統就是社民很流行的 就是開十多萬 號召十萬人 反對誰做什麼的項目 然後開什麼反對什麼的群組 其實反林鄭月娥做特首 因為表面牌 面牌上來說呼聲最高 都很早就去搞這些網絡 所以前一陣子 林鄭月娥 就放風說他不會搞社交媒體 其實也挺令人失望的 因為他們很暴躁 因為他們很熱心 有些人很熱心 幫他弄完消費放業 我覺得那個人有暗咎 那個是另一個衍生的暗咎 另一個派人 那個衍生的另一些暗咎現象 因為現在林鄭月娥就開了一個項目 林鄭月娥未開一個項目之前 曾經都宣告過 他不會有這些事情 不會搞社交媒體的事情 沒有詳細說 後來也開了 後來開了我覺得是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還有多餘 但是我先說 他還沒開那段時間 有些人在弄一些假的林鄭月娥的項目 然後就在扮林鄭月娥 然後就在說一些暗咎的事情 我當你戲弱二次創作網絡文化 什麼東西都好 但是他出現了一個很暗咎的情況 就是我看到有那些左膠評論人 所謂的評論人 那些左膠的KOL 他最後會去CAP圖 CAP那個假的林鄭月娥的項目 然後CAP了他 譬如林鄭月娥有個假林鄭月娥的項目 有一個暗咎的性格 是會有些左膠的KOL 在CAP那個假的項目的項目 然後走去很正經地評論他 這些人不惜人間煙火 離地離到萬丈 這些東西都說得出 你怎麼想到那個項目是假的 白痴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有心還是無意 無意的你是蠢的 有心你是奸的 如果是這些混蛋有奸有蠢的 然後結果 不知道是早一個星期還是早兩個星期 這個 江頭路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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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官 我沒有聽 不是啊 譚之源 譚之源不是說會觸犯選舉條例 然後那些人才爬底 你說傻眼咎咎 但是你又不是想說這些 你最主要就是想說 我為什麼會說這個話題呢 我就是講起韋哥那裡 就是那些人就報好一陣 打算開了一些群網站 開了一些網站 然後還有圍著一群帳 我都不叫那些人 圍著一群帳 就天天在發帖 反林鄭 沒有問題 那你做輿論而已 做社交媒體的輿論而已 雖然那件事不影響大局 沒有事情都可以做 等於我們做節目都是做輿論而已 好了 但是呢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 這群人近日全力屌場霧 是全力屌場霧 屌你知道嗎 是 簡直是 譬如有些是 完全是 我不是幫韋哥說話 只不過我覺得那些帳戶 其實根本是五毛 我的判斷呢 以我的社交媒體的經驗 我覺得那些是公司做的 或者是請了一群人去做的 是完全不能說道理的 是完全不能說道理的 譬如昨天發生一件事 昨天發生一件事 就是長毛封閒到李慧寧的節目 電話訪問 接著就被李慧寧 大口令和余洋薇折騷 折騷他 就折騷他 說他你今天的我打到作下的我 你以前說人家是民主罪人 那你現在是民主罪人 那你現在是民主罪人 那當然了 他們當然是 怎麼說都說不算 但譬如我見過那些 擺陣反林鄭姿態 他們的邏輯就是這樣 你長毛入閘 或者你長毛參選 就會影響曾進華的選情 變相幫林鄭月娥 這套說法是幾十年不變的 是永厚面對什麼的選舉 國議會選舉也是這樣說 立法會選舉也是這樣說 特首選舉也是這樣說 特首選舉也是這樣說 關什麼的事 好了 但那些人是完全不講道理的 譬如他們CAP了長毛和李慧寧的節目 接著就說 看長毛說話說到這樣 我肯定他是收了錢 來幫林鄭月娥對付曾進華 屌你老美 說話是亂講的 雖然我說了這麼大段 是幫長毛說話 其實我沒有幫過他說話 我說過概況 我留意到的事情 但你最主要是想吵架他 不是只想吵架他 現在我們說 在現在這個時勢 只能夠韜光養晦 是的 但這個時勢 你們其實是見到 各司講希望政治 其實共產黨管治全國 加上香港或者澳門 其實做了絕望政治 你說解釋一下 大部分人來說 你 發覺共產黨搞不過他 你要反抗他是無效的 那你不用再聚心無死 要麼你就想辦法移民 要麼你就同同立阿菇 另外還有一個事情 沒有真正的希望 有些人就有少少反抗意志 他就作一些虛假的希望出來 即是曾俊華之旅 例如黃絲會將所有希望寄託在曾俊華身上 接著韋亞哥他不甘寂寞 他要出今次 發覺他這次選舉是沒有任何角色的 他做回以前那些 拿一些道具去試 又沒有人理會他 他唯有想到一條條條就是 我變成候選人 如果你說整個形象上 或者整件事的姿態上 可以說是欲酸到無可復家 醜態不露 第一就是 阿哥你口才又差 你口才差到連大口靈都搞定你 一向你看開他立法會的發言 他根本上在過去這幾年 尤其是寫記當年分略家之後 越來越明顯他變得 他的發言的質素越來越適漏 你認識他年齡 時日比較久 雖然你嘲笑過英軍做過寫文聯聖 還是大家都好像一樣 我沒有做過寫文聯聖 但你好像參加會議員大會 我沒有 寫文聯我沒有 寫文聯我哪有參加會議員大會 好像是旁聽過 旁聽又好像旁聽又沒有呢 試過一次 在記憶中和我和你以前聊過 旁聽又好像有 試過一次 試過也算是比較近的寫文聯聖 你不會就像七一遊行過 你認識他多久 我也認識他 短日子 一段日子 也認識他四五年 長毛的口才一向都不好 長毛的論述 從來都是苟不苟答白 他其實不是去到苟不答白 而是他的整理能力很差 其實有點像你上一集 少少說熊門的演員 即是一般香港演員的那種 臨時爆肚 教一下癲才波 譬如他接收一件事 以我的認識 即是無論是政治理念也好 或者是一件事 他會覺得捉到的意識 大概是這樣差不多就夠了 其實就是懶的 他很少會轉心下去 也不會去做一些自己的訓練 譬如我們有時都會訓練 一件事怎麼說會好些 他不會的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 為何會變成這樣 其實有一點就是 他從來的口才都是差 從來的論理整理能力都是不好 但是你如果說早兩 不要說早兩 或是早四五年 或是早六七年來說 其實吃著那個位置是吃著什麼 就是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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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勢搭狗 還有沒有人敢怎樣左翼 還有你起碼 有時真的有些理直氣壯 你的群眾的背後 整件事的背後 還有自己站在道德高地 以平均數值來說 他比一般香港政界中人 多讀幾本書 他懂的 我不會說他不懂 他懂的事 他應該還有看書 他懂 但他拋到書包 他的問題就是 他有時捉了意識就算了 他又不會轉得很深 亦都不會在一些論述上 去做一些 例如自我辯證 對他來說多久了 我第一次對衛亞哥改觀 是2003、2004年左右 其實有一次他上了 那時候應該還是叫做 《玉民七宗罪》 他做了嘉賓 然後另一個商界背景的人 那個商家佬就說 那些說什麼 希特拉島是文選出來的 然後衛亞哥就說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國會縱火案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長刀之野 你不認識就閉嘴吧 結果商界背景的人 悄悄然 我沒有讀過 你讀書讀得多 但其實是贏過氣勢 其實是贏過氣勢 真的問下去他就說得很清楚 如果對方有善利納稅 就可能會出事 就不會說得很清楚 好了 你現在看到阿慧哥的情況 其實就是疲態不露 第一就是疲態不露 當然跟他的年紀有些關係 但又不是很大年紀 我今早做節目才能探討過 原來只是61歲 但以革命家來說就麻煩了 最主要是沒有前進的能量 對一個政治立場 是踢案基進的人物來說 過30歲就是中年危機 我過了很久了 你要尋找自己的崗位 老實說 你去到我們這些年紀 你都會穩重一點 你不會變成黃浩銘 或者走入路大將軍 其實我也不會像我早幾年一樣 我自己都會有個調節轉變 但如果整個政治局勢來說 長毛那件事就不是很值得去分析 因為在整個大局上 現在整個大局來說 你當然要看李嘉誠站在哪邊 最重要的地方 你覺得長毛怎樣 有什麼關係 但是作為做小運動的人 我就覺得長毛幾時都是一個值得去做樣板的人 因為我今早在大香港早上有說了一點 我可以再開設一點 其實原則上我是明白為何要參選 原理上我明白為何要參選 因為當你看到局勢是這樣的時候 你看到整個黃絲帶 凡民主派 走去支持曾俊華 然後將那件事寄託成為希望的時候 你基本上 你整個運動是不能存在的 你講什麼運動 是一個虛假希望政治 VS 虛假希望 對 你講不通 因為問題是什麼 大家要搞清楚 那不是說我們一定要死咬著原則不放 如果那是政治交易 那就是政治交易 我覺得政治是可以妥協的 如果我有一堆票 我和你談一些事情 我是原則上不支持你的 立場上我都有問題 但是我和你是會搭訕到一些事情 但現在黃絲帶或者民主派 泛民的情況不是這樣的 而是他沒有什麼好支持 那我就不如支持你 但其實沒有東西要換回來 你明白嗎 那件事不是政治交易 那件事不存在妥協 那件事是什麼叫政治交易 就是什麼叫政治的妥協 就是說 喂 我的立場是改變 我的原則是改變 我為了換取一些政治的實力 那我們就去做一個這樣的交換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現在的情況就是 在現在的政治環境下 你會想什麼 我們的理念是不放空的 是實行不到的現階段來講 或者我找不到著力點 那怎麼辦 那我唯有將曾俊華 當成為是一個會支持民主的人 我們賭票支持他 那原理是什麼 原理就是 很像林鄭月娥做 你完全是全線崩潰 在一個原則上 整個運動的基礎上 是原則性地崩潰 當然還會帶來衍生政治後果 為什麼我說是否政治交易 那件事重要 就是你怎樣也會考慮一個問題 如果曾俊華真的做了特首之後 你支持他之後 你是沒有東西可以換回來的 你不跟你說 我原本跟你是做政治交易的 萬一你上了台 我有些東西可以換回來 現在沒有 現在是人家跟你說一些理念 然後說明是立23條 說明是831人大框架 然後你也要支持 那支持了 你就不能怨人了 為什麼支持完之後 民主運動還是沒有穿進 為什麼整個民主派 不要說民主運動 那麼乾鮮 我們說 為什麼我派系 在這個政治系統裡面 分不到一杯羹 你之前沒有說的 你之前一生情願認為 我是比林鄭月娥好 你走來支持我 你要喜歡我 我沒辦法 這就是按鈎的地方 那好了 那阿Mo 或者是阿哥那些人 還有那些人民力量 那些人 在Marketing上面來說 其實他們是要做一些相反的事情 他們是不能夠和現在泛民那些事情 一起去做 好了 那接下來就想了一條條 這麼大件事 他們不能夠不參與 是的 他們不能夠不參與 其實他們當初爺語某位人 聽說的 沒有鏡頭鬧會葡萄 這個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 是的 因為他不能夠跟隨泛民主派的主旋律 那個主流去做 他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其實做不同的事情 如果你是不爭促鏡頭 不爭促自己的角色的話 其實你灰與杯葛就已經夠了 即是等於在李慧玲的節目 你想什麼 長毛被李慧玲 被大口齡問到口 情何義 大口齡就問他一句 即是連大口齡都不如 是的 大口齡問一句 問一句就答不了 他問 你出來選 是叫人家投票 那你叫人家投票 那你叫人家投票 那你都用不出來選 長毛說夠了 你想怎樣回答 那原因就是 其實大口齡的問題問得對 就是你叫人家投票 那你自己出來選 原因就是 我叫人家投票 我自己不出來選 我沒有角色 所以這個就看到 你為何長毛的勢 到這樣 他可能自己都厭倦了 以前那種氣魯 因為他其實都是一個損位 其實他可以進場 他就帶了個豬面具的抗議 然後被人拿出來 但其實現實來說 也是不夠做的 以市政來說 在市政來說 今時今日的觀眾 是要求你做多些 而他做多些 就想了去選特首 你說這樣做是否正確 你包裝得企理一點 未必是會去到這麽難度 但他又懶惰 但其實最主要我就是 認為是反映了悲哀 剛才你一開始就說 喂 在這樣的環境上來說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譬如你所謂的韜光養晦 我們的韜光養晦 不是黃台洋那些 怎麼會韜光養晦 我們的韜光養晦 我們有民主的基礎建設工作去做 我們有文化的工作去做 我們有文化的建國工作去做 我們可以繼續教育我們的國民 去培育我們的意志 培育我們的鬥爭意志 然後傳遞我們的實力 去籌謀好一個時機去出動 喂 我們可以這樣韜光養晦 但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 就是因為他的生存 就是生存在鏡頭底下 如果我們用一棵植物來比喻他 他的光合作用就是靠美光燈來達成 他不能夠收去美光燈 於是這就是顯示出 過去香港民主運動的悲哀 你是不是香港人的支持是這麼淺陋 就是你看看你在TVB 出來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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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支持你了 好了 你養了一群政客 阿Mo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他發覺主要是靠這些養份 他主要就是去爭取這些養份 於是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死火了 我忽然間在整件事裡面 我沒有位置出的 那怎麼辦呢 我就想辦法 於是就做到自己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所以這個真的要奉勸年輕的 搞死火運動的人 這是一定要很戒慎恐懼的 阿Mo就是一個很好的典型的例子 如果你以為出鏡 受訪問 那件事就等於是我現在就是死火運領袖 如果你一旦有了這個觀念 你將那些東西在前面適合扣連了 你慢慢走走走就會變了 你發覺好像阿Mo那樣 原來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渣渣的 原來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渣渣 我可不可以藏自己一會兒 我可不可以藏自己一會兒 我們可以 因為我們有別的渣渣 我們有別的渣渣 我們有別的渣渣 不是說我們底裏 不是說袋裡面有錢還是什麼 而是我不做這件事 我有很多東西做的 建設香港這件事 我們有很多環節可以做的 阿Mo做什麼夠了 他回不到2004年之前那種狀態 沒辦法 但他其實是累積了一筆資本 他累積了什麼資本 他的錢是在抗爭基金那裡 你說真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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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幾年前我都說 他應該退休 然後去古巴和卡斯特羅做他的國賓 但現在也很不幸 他也很去見馬克斯 你見到他弟弟而已 所以你的感受是怎樣 我的感受是怎樣 你的感受是怎樣 今天下午泰辦 出去吃飯的時候 就跟阿達泰說了 難道結果搞到你 他也有選賓身份 難道長毛那些抗議崗位 也由他填補 大家只能夠聽完之後就苦笑 阿泰不是做這件事 大家有自己的 如果真的要做這些抗議口號 是要對著阿泰說的 對著誰 對阿泰說的 對著長毛 反而是 如果他進入閘 反而對著來就最激 看到我們上演一幕很大劇 我也說 最放誇的 如果是共產黨來說 看看共產黨有沒有這樣的膽量 共產黨 如果你說絕望政治 最絕望當然是被長毛選倒 被長毛選倒 我們私下跟同事吹了水 想到內局名單 真是瘋狂 例如行輪路大將軍 當然是做保安局長 真是瘋狂 他跟警察最認識 唐玄青就是做財政司司長 很大 保險業發展 真是火速發展 他的法律有兩個顧問 我不開名 一個是做律政司司長 一個是做中世法院法官 那村長的村長做甚麼 正部司司長 我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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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瘋狂 你知不知希拉莉寫的本書叫 It takes a village 即是講教育 他說法叫做 It takes a village to teach a child 到時香港村都可以屌你 真的會 你比長毛做三個月 你比長毛做三個月特首 香港人集體投共 你過去中聯辦門口很貴 我都想過 共產黨對香港最惡毒的事 應該很早就被雙普選 然後被泛民當權一次 是啊 一定是混蛋 如果現在的陣型來說 一定是混蛋 其實九七過後 有一次李鵬飛接受訪問 他是推論過泛民 但是這樣說 但是這樣說 我覺得你不夠毒 因為如果真的有普選 香港人是不會選民主派 我覺得香港人去投票 那一刻不會選民主派 唯獨是只有小圈子選舉 才可以製造長毛的狼特首 你叫他小圈子選舉 小圈子選的長毛出來 幾個荒謬都有 就告訴你 你突然的陰點 陰點哪個狼特首都可以 中午都大約推論過 其實他入到閘是不奇怪的 因為你現在的三百多個泛民的選委 裡面有一群是左膠背景的工人組別 是 你是納賓到他們投票的 是 他真的要下他的名字去提名他 不會有什麼抽頭選獎的事情 我沒有留意 反正那群人是不想贏 我沒有留意那個 Port Walsh 他其實是否拿得夠 Port Walsh的提名 我也沒有留意到 沒有留意 純粹是看選委是否願意提名他 是會有一群願意提名的 是 有些人是忍不住的 你這樣全都撒煙下去 胡蘇貞 他們都會害怕 真的被他當選 以後你做什麼反對派 是 是 但我也不明白他們的算盤 是怎樣的 我又沒有 我又沒有 又說回泛民主派 他們沒有一個清楚的論述 為何要支持袁曾俊華 只有說 我們不要梁振英2.0 大了 不要梁振英2.0 不要林鄭月娥 就大了 所以 endorse了一個人 支持了一個人 而那個人 真的會當選特首 而且 我意思不是說 你作為反對派 一定要恆常地處於反對派 你當然可以支持一個人 而他真的做好特首 但是 他會帶來什麼 而John曾說得很清楚 John曾是率先表態 要盡快立23條那個 你拿什麼去說服大家 覺得他可以好一點 但其實現在整個社會 最詭異的地方 是整個社會最詭異的地方 其實 雖然我們這一節就討論長毛 我們覺得長毛很荒謬 長毛很醜怪 但長毛其實是 比起那幫公民黨 那幫說要all in曾俊華那幫 長毛是相對合理一點的 只不過長毛口齒不清 他忠於自己 即是長毛有個理由 那個理由不漂亮 他忠於自己這麼多年來 做一個政治特略議員 對 即是這個在司 他在公在司也有一個理由 他有他的講法 他的講法不漂亮 但他是有一個講法 他其實是提起了 一個比泛民高一點的道德 對 在司來說我們明白 你要找自己的角色 但是那幫泛民 整幫泛民三百家那幫 其實他們的講法是最不合理的 但是最不合理的講法 在普遍社會是得到最多的支持 所以你到底是 是 精彩的 在香港人仆街政策 再推翻一些 其實在10年為什麼會搞政改方案出來 又是一種虛假希望政治 既然知道爭取雙普選 是絕對不會有希望 那就搞個像是普選的當主是先 但他們搞錯了 那個不是好一點 那個明明是仆街一點 對民主黨來說 他擺明是贏他們 打算是贏他們自己 所以 又說回民主黨 這樣回頭看回 到今天看回民主黨是合理的 民主黨的舉動是合理的 即是以他們的黨之師他們贏了 即是我們內部 即是泰白內部 講回阿泰那次上去的自由風 和林卓廷去辯論給別人得勢不饒人 即是我們有個手足說 簡直好像是英雄本色裡面 馬哥幫大哥成抹車一樣 即是當淡到這個地步 這個 即是他講講前一陣子 他自己看回這些 怎麼都看得悲從中來 講回阿摩 講回阿摩 我覺得阿摩是 即是深酸 可以說 看到他的姿態深酸 但是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人生無奈 即是你給他重頭再選過 他想做永遠的紅仔 還是走回這條路 我猜他還是走上這條路 嗯 早點認清自己的位置 即是我經常在他身上買到的教訓 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定位是甚麼 即是在一些已經不再屬於你的地方磨爛石 是 是不是差不多了 我們不如休息一會 我們不如休息一會 胡官你是做法官這麼久 我們看到的財段書也好 全部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但封面煮,對是王毓民 對 掃,就是某某某這樣 你有甚麼理由 就是梁振英掃 那不是民事 那是刑事 是刑事,可以民事 沒有 民事也沒有 沒有梁振英掃 是律政司司長掃 是吧 沒有 就是說 那不是公掃的 是民事的 那都是用律政司的名義 並不是用梁振英三個字 沒錯 律政司司長代表 全個香港特別行政區 所以就禮賓樂壞,無觀 這些人做特首就死定了 所以我就要出來選 要知道我和毓敏有沒有擦出火花 請收看《毓敏回客室》 《毓敏回客室》 從星期六10時至11時 這一代的年輕人不會有這種感覺 問題是嗎 那你如何在教育 父母也有 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有那種感情 第一,先教中國歷史 第二,那些父母也要解釋 他也要搞國民教育 搞到一堆東西,對吧 看一看人,看甚麼人做 不如人人都做特首 你要聰明才行 最少你有能力才行 叫他做教育,你要有能力才行 你沒有能力才行 一定咬不到 要知道我和毓敏有沒有擦出火花 請收看《毓敏回客室》 《毓敏回客室》 逢星期六10時至11時 推特首 最大的 是 整個 突然 不能 有 仍如